周樹欽老師說 我覺得蠻焦慮的事情 最近幾個題目都把全球老化叫做晉級的全球老化 發覺國際的簡單趨勢也是非常晉級式的在進行 那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電影 有人知道這個電影嗎 晉級也不少 如果你們看過我表現也很年輕 那幾年前蠻熱門的電影 在Netflix現在也可以看得到 看過六人的感覺 這個年輕人就是要去學打安土 打得非常快 我看到這個影片給我的感覺就是這個 我們最近全球老化不就是一個晉級的全球老化 而且最近去年來的電影叫《詩術》 這幾十年生物的速度 是全球的兩到三倍 看的是哪些資料 因為我們知道 實際上有些是殘缺不缺 所以有不同的人整理出來的 這幾乎是兩到三倍那麼快 那這表示說 極區的升溫速度 比圈軟的速度要快很多很多 那這個是一個極區的 冰啊 冰山啊 或者是海冰啊 這個都是一個 對全球氣流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圈軟化指標 在過去IPCC的氣流變天報告裡面 指出來一點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呢 我覺得 這樣一張 雖然有點複雜 但是他講的一件事很簡單 讓很多指證者 或者是有不同氣流變天 開始一件事的嚴重性 這幾乎這個 簡單來講 這裡有所謂 IPCC的AR-5 裡面的四個人 所謂排放情境 產生的結果 那 水瓶軟的4-2-0-8-炭的排放 垂排放量 垂直是這個 升溫的速度 其實同志便也更不需要去計較 是哪種排放情境 他只告訴我一件事情 不管什麼情境 你排放的越多 升溫就越大 你排放的越少 升溫的幅度就越低 所以 排放越來越多 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這裡很難避免 所以能做到 我盡量減少排放量 還有臉急量 這是我們的降低風險 這是我們手上擁有的選擇權 所以IPCC的很多報告裡面都告訴我們 就是不只是溫氏氣體含量越多 升溫越快 它所造成的衝擊越大 那在2015年的巴黎協議裡面 就定出來2度CC的標 是溫生的4個限制 不能超過2度CC 可是也提出1.5度CC 之後大家 其實太普遍接受1.5度CC 這個 這樣的一個訴求 所以 去年 指出版IPCC1.5度CC特別報告 他特別把1.5度CC 找一些學者用養 三年時間 作為研究 把他分析出來 但是結果是一樣 從這可以看到 1.5度CC 其實我們現在1.5度CC 它的衝擊 還是避免活量 還是會生物 還是會有很大的衝擊 那再次告訴我們 就是說 它的衝擊 不管是在什麼水 支援啊 土壤啊 植被啊 野火啊 或者龍洞土 各方面的衝擊 都會是最小的 那為什麼1.5度CC呢 老實講 1.5度CC 2度CC 做到收電 3度CC 都還蠻辛苦 所以 再往下做 事實上是沒什麼意義 但是 這就告訴我們 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必須要把溫生的幅度 控制得越低越好 但是 這個報告告訴我們 以目前的速度的話 其實 1.5度CC的溫生的限制 其實 再過十年 再過十幾二十年 就到達 2040年前後 以目前的速度的話 照片 就可以溫生達到1.5度CC 如果 我們要 把1.5度CC 當成我們的標準的話 我們目標的話 所以我們剩下的時間 沒有多少 所以 右邊的是有人做出來 這樣的一個 所謂風險的評估 但是我們還剩下多少年 或 包括它的可能的機率 一看就是 1.5度CC是不到十年 那如果我們接受2度CC OK 那我可以 撐到十幾二十年 三度CC 那我可以還有幾十年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在於 你們的選擇是什麼 但是 1.5度CC顯然 這個限制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那 1.5度CC 現在 他們算出來結果 就是 它的減碳數量 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要立即 而且大幅度 比如說 這個是 我直接拿那個 整理出來的結果 給各位看 就是說 你如果要 就要 現在1.5度CC裡面 那 你在2013年 你看 排放量 2010年的時候 減少糖次 40到60% 到2050年左右 就要全部歸零 完全不能有 排放 那 以前 兩度CC 到205年 大概 接到 70% 現在不是 是歸零 所以 這樣 這麽大幅度 是可能嗎 如果 純粹 從 減碳的角度 來看 減碳排放 是可以做得到的嗎 所以 很多科學研究 方法IPC 報告裡 都告訴我們 你要達到2度C 1.5度C 光耗減碳本身 是做不到的 還要搭配 複排放 複排放 就是用一些方法 把大氣中 二氧化碳 吸收下來 然後放到 地球 地表下面去 也是土壤下面去 比如幾個例子 簡單講 就是說 森林的重建 或讓森林 重建之外 應該讓森林內心增大 那 再理想一下 這時間是非常 快慢的 光作 術 就要很多年 讓我們見到它 實驗時間 那 或者是說 我們用業所謂生物碳 絆燒過了 這樣的一個 植物 把它埋到土壤裡面 讓土壤 吸收 大氣中二氧化碳 速度 可以快一點 量可以多一點 但是 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 寶慢的過程 那 另外 叫 Bianit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叫 DECCS 這個 比如說 我們還是可以燃燒 植物產生的 這些 燃料 那 因為植物 可以吸收 二氧化碳 所以它有回收二氧化的功能 但是 我們燒的時候 產生了電 產生了燃料 之後 我們把這些 產生二氧化碳 不要排放到大氣層裡面 把它回收 放到土壤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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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二氧化作用 就是把 加了一些 礦物 在土壤裡 讓土壤 吸收二氧化碳 速度 會方式再延 Orchestra 用藻滑水裡液的藻液的吸收 例如放鐵肥作用 這也是非常短暫的 需要很多時間 對生態的衝突一手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直接走空氣裡面 把它回收 這些東西裡面 它繼續走空氣不成熟 而且有些是非常緩慢 需要相當大的投資 需要相當大的面積 所以其實 不排放恐怕 能夠幫我們也沒那麼快 所以看起來 我們的生物速度非常快 非常地近跡 非常地失速 我們好像攤開來 我們手上的武器不太多 除了最近減碳減得非常厲害 這真的是速度跌不大 能見 那價錢都降了 從某個角度上 我覺得是好的 就是大家失去耐心 尤其這位 各位看過 Great Helena Sandberg 在UMSCC的演講 看了演講機 看了演講機 看了演講 差點第二回 每次想 也在台語講話 十五歲而已 講的大力都會掉遠 你說你愛的孩子高於任何一切 但是你去到孩子面前 把他們的未來偷偷走 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不需要你再去承諾什麼 在台語什麼 我需要你的行動 因為房子遭遭 那世界各國 從1.5度系的報告出來 我可以發覺 現在各國政府 很多是歐美國家 都開始 已經出來承諾 二零五零年四個年開放的期限 包括 英國首相 雖然他已經下台 但是他做出這樣承諾 歐盟很多國家 如果是德國總理 都這樣承諾出來 很多 所謂 城市的聯盟 也都做這樣承諾 那美國現在在參選 民主黨的總統候選 正去提議 叫做 伊莎白瓦人 他現在提出了 Green New Deal 綠色新政 建議拿出核心 來做一個事情 那未來的歐盟的金主席 也有一個女性 他也是提出一個 一個綠色新政的概念 那甚至連 最近聯合國的秘書長 都講 二零五年 是一個 必須要連開放的年代 那從這看起來 其實 小孩子跟女性同胞 特別的積極 所以男性同胞 要稍微加油一下 年紀大一點 要加油一下 但是我也這樣一個 一個趨勢我 我覺得是很好的 那甚至很多公司 例如是 阿姨 玩安全 都想很多人 都知道 那如果到他網站裡面去看 參加的這些公司 已經不只一百家了 再參加兩百家 都世界世界有名的公司 都要承諾零排棒 就在未來一二十年 也能達到 碳的一百家 那這個是我從《鏡頭刊》裡面 copy出來的幾個月 兩三個月前 的Ninocamp 翻譯 簡單講說 其實在企業界 也非常關於這個事情 大家又想出 他們未來的損失 或者他們金融的問題 或者他們面臨的風險 所以開始講到 所謂的 預設金融 這樣的事情 或者其實 前幾天 國泰金控的 那個統治長 跟我聯繫 討論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非常之破 這樣的事情 那有一些 我們國內的能源公職 也都非常之破 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好 這會讓這些事情 有些事情 會推進得非常快 所以 我們可以 平常我自己講的人 那 我們現在是看經濟 那未來 像有一個計畫 叫深入減碳計畫 他們承諾的是2度C 也經過我 現在講1.5度C 現在 我們人均排放量 跟國有什麼 幾乎是線性的關係 可是 在所謂的 低碳經濟 DDPP的架構下 它是完全是 沒有不相關的 那邊的紅點 是台灣 2050年的 溫管法排放的 減量 跟2度C 是幾乎 差不多 但是 其實 我覺得 我們需要 介身恐懼 就是說 我覺得1.5度C 2度C更達不到 或許我們準備 2.5度C 到3.3度C 的 得獎的衝擊 除了簡單之外 我們還要強化 我們的 所謂 調適措施的 一個加強 我們現在反而 大家很少 炒溫價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注意 1.5度C 2度C 是5度C 是5度C 所以其實簡單 應該強化我們耐災的問題 這是 簡單講 說 台灣現在的 溫管法 那我們現在 可能政府覺得 如果有溫管法 就很好 溫管法可以達到 這個 所謂2度C的 一個 檢驗的最上限 是5度C 或者是5度C 我們現在 就不可以可以 可是現在 是一定有 度C 那是0排法 因為 我們 如果根據 溫管法 我們在2050年 是排的 大概人均量 是5點多噸 大概6度左右 跟那個 0 是差的 太遠 那我們必須要考慮到 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會不會被製裁 總算他國際壓力有多大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考慮 即使說我不在乎 把地球的氣候不管就好 所以中研院那個666號 我們發布了一個台灣深度簡單的政政建議書 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來來看 這裡面沒有到處有太多圖鑑 我們是倡議說 我們要趕快來規劃這個圖鑑 然後提醒大家 這個是根據兩渡溪設計 不是根據一點渡溪 所以我們之間要能夠立體規劃的圖鑑 第二個呢 就是要有共識 這個全面要有共識 這個需要花很多時間 那我個人覺得 另外很重要就是法源依據 雖然我們現在有很多溫管法 國土計畫法 或者是能源條例 可是這中間恐怕都不相通 這個法會卡到另外的法 這個法可以做到另外的法不能做 我們怎麼會在一個 制度在1.5度C 好像2度C 這個大架構之下 把這所有的法 把它做為一個中整 比如說你要去弄個 你家裡要弄個太陽能板 怎麼會透過一個方式 很可能可以很快的達成 而不需要蓋好幾百科 那整面落實我們的科學研究 到應用研究 到政策的規劃跟落實 這個其實需要一個非常大的法人架構 那這個是在英國和法國 都是這樣做的 那我覺得更全台灣 可能應該做這樣是幾戰的效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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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